故位于云林县麦辽乡麦丰村中正路三号的拱范宫 于109年岁次庚子年7月13日至7月15日 举办庆赞中原拔剑超度普师镇纪大法会 拱范宫从事开山妈祖之史 始于清朝初年 汉民族移民开拓台湾岛 随着敏月移民至台 故于公元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遗筹 同样的时空背景由梅州纯真老禅师 佩奉梅州庙 于康熙二十二年更为正殿之正六妈神像 自海丰港及现今六清港附近登陆到台 公自于故海丰港街 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庙明拱范宫以求拱卫范围之生灵 平安永康 全宫分四境 第一境为三川殿 第二境为拜殿 第三境正殿 共似圣母 千里眼顺风儿 立定两侧 第四境为后殿 共似观音菩萨 后左看共似圣父母 右看共似祝生娘娘 左右侧边为十八罗汉神尉 左殿共似五文昌夫子 右殿共似五谷王 后殿之左侍为玉豪堂 共似开山老禅师及历代主持 及历代主持 以敬任其开山市集 如今拱范宫百年来 首次举办庆选中原法会 为世界祈福消灾 为台湾人民祈福消灾 其善男性女 诚心发愿行善 而企业厂家 其能永随圣母指引 造福地方乡里 共创厂乡一家亲自愿景 我们山东两岸妈祖交流协会 大家好 我是台湾运林卖劳公公主委张可忠 今天代表管理委员会 特别录制这一个影片来道贺 可以让这一次大会可以圆满成功 他也希望大家都能在妈祖的保护之下 可以度过这一次的疫情 大家都平安 也希望早日兄弟可以早日在一起 大家共襄正群 为妈祖福祝福祝这一次的大会 顺顺利利 大家平安